今天油管推出了一个重大的更新 我讲它重大 因为它影响油管生态里头的每一个人 从内容创作者到观众到广告商到平台 到那些音乐版权人 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先给大家把这样一个更新的具体内容 跟大家报告一下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更新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个更新 它叫做三分钟的长短片 长短片是我给它这个名字 我特别喜欢弄一个非常接地气的 大家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的这个名字 来概括一个更新的主要的精髓 所以我就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长短片 如果讲原来的短片是60秒以下竖屏 这两个要求就是短片的最开始的这样一个定义 有很多同学在群里头今天问到 讲什么叫竖屏 一比一这样的方形算不算竖屏 算方形以上的 就是比方形更高的视频都叫做竖屏 所以竖屏小于60秒的 以前就属于短片 今天长短片 把这个短片从60秒时间限度放到了三分钟 这个不新鲜 最开始是TikTok抖音这样子干的 就开始从15秒变成了这个一分钟 从一分钟变成三分钟 后来变成了十分钟 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所以这不是油管本身首创的一个东西 与其说它独创性的提出了这样一个变更 还不如说它看到了来自其他平台上面的一些挑战 它被迫的做出了这样一个改变 好 那么这就是长短片 从2024年的10月15号开始 这个短片可以做到三分钟 刚才我讲了 短片是两个要求 一个是竖屏 另外一个是时长 原来是60秒 现在放到这个三分钟 好 2024年的10月15号以后 三分钟以下的竖屏视频 也可以叫做短片 所以如果我们讲原来的那个东西 是传统的这个短片 60秒以下的话 那今天我们讲 借于60秒以上的到三分钟 60秒以上 三分钟以下的 这叫做长短片 好 那注意 10月15号以前发的视频 如果它是符合这个新的长短片的这个定义 在平台上面 依然把它列为长篇 啥意思 就是说 它不会把它归类为短片去推荐 不会出现在这个短片的这个歌架里头 你刷的时候 不会刷到10月15号以前的这样一个 以前 因为在10月15号以前 它不属于这个短片 对吧 根据定义 这个定义是10月15号才开始的 所以在这10月15号以前发的 虽然你满足这个新的标准 但是因为它还没生效 所以你在上传 你也不算做长 短片 还有以前的 三年前的 五年前 十年前的 你拍的这个东西 它也不会自动的把它变成 这个短片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这跟当时油管 第一次推出短片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 比如说你10年以前发了一个 少于60秒的 竖屏的视频 那个时候 它会自动把你变成短片 把它标注为短片 但是这个 它就 以前的 它不算 要在10月15号以后发的 这个三分钟以下的 竖屏 它才将来会把你当做短片 来推荐 是这样一个 差别 弄得 故意把它复杂化 那当然 不是讲 一定要把它弄得这么复杂 背后 有很多这个技术 或者是法律的 这个限制 这样的一个地方 15号以后 整个这个变化 需要几周 甚至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在全网推出这样一个更新 你能想象到 它是可能先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先推出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再逐渐逐渐的 因为它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谷歌的服务 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它要下载YouTube的APP 它要在那里头进行更新 现在我们创作短片是 底下点了个加号 加号以后 然后会将让你拍摄 或者是上传一个视频 那么它在那个地方会 现在来讲 只能限制是60秒 它这个工具 客户端要更新 所有的这个上传的时候 过程当中 它有一系列的服务期端 也要更新 所以这个过程 整个需要 它将几周到几个月 整个的时间 会在整个的平台上面 进行更新 所以15号以后 如果你没有发现 你的平台上面 没有这个功能的更新的话 那你就只有这等 这是第一 第二 很多同学 如果是这个APP 没有自动更新的 这个打开的话 我会强烈建议你 就是在15号以后的话 也许你发现 如果没有的话 你把你的油管的APP 卸载 把它重新安装一下 下载最新的版本 好 那这个讲 需要这个时间 它真实的结果 会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更新的 这个期限 会出现你新发布的 这个长的短片 需要一定的时间 被准确分类 就是说 我的客户端是开通了 他告诉我 就是拍摄短片 可以允许我 给了我三分钟 这样的长度 但是我上传上去 他还是没有把 我刚刚上传的视频 当做短片 因为他服务期端 他还没有 就是完全的更新 那也就会出现 什么情况呢 我明明客户端 上传的是个短片 按照你的要求 你也告诉我 上传成功了 但是呢 你到你的 这个网页上面去 到你的频道里头发现 这个视频 会出现在长片里面 出现在视频里头 而不是出现在短片 那个页面里面 那么这个视频 然后有播放量 你也发现 就是没有被当做 短片被推荐 所有的播放 是来自于什么浏览 或者其他 没有通过短片割架 来进行推荐 所以就会出现 这样一个情况 在这个阶段 那么当然 随着这个功能的 推广和 以及他服务期的 更新的加速调整的话 将来在某时候 也就是说你一上传 他会第一时间 就把你当做 这个短片推荐 这中间有一个变化期 变化期可能是 根据你所在的国家 和地区 他会要几周 或者是慢到几个月 才会 才会这个完全的正常 这个功能 好 这个长的短片 这一点非常重要了 跟赚钱有关系了 长的短片里头 我们讲的可以用到 别人的这个背景音乐 可以引用别人的一些画面 对吧 我们以前的这个 60秒以下的短片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讲 你爱用什么音乐 用什么音乐 这个视频长度的话 你用别人的这种画面 5秒钟 也没有问题 就是说 他会报告版权 但是呢 不影响你赚钱 因为油管的这个 短片的这个赚钱是 他油管 作为一个付款方 他代付了 就是他从短片 整个的赚到的广告费 他提取了一个比例数 他去付给那些 被使用这些 版权素材的 那些版权方 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你用或者不用 你用了 顶多就后面有个叫做 版权 然后呢 但是呢 不影响你赚钱 不会像长片那样子 你一有版权 我就把你这个钱拿走 给那个版权方 不是 短片 所以讲 短片在60秒 以下的 以前的那个系统 就是你 你怎么样都没关系 但是呢 这个60秒以上的 这个短片 就出现了一个复杂的 他现在讲 长的短片 就是说 一分钟到三分钟 这个长短片 如果你使用的材料 被比重了 有报告版权主张的话 他采取的措施是 全网进播 也就是说 你这个视频 他不删你 但是他会告诉你 你这个视频不能播放 因为你有版权主张 这一根原来的 传统的 这个短片 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原来短片是 管你有没有版权主张 你依然赚钱 我们油管 平台方 给这个版权 买单 那这个长的 就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 传统的长片 的版权 是怎么处理呢 你只要有版权主张 你所有的钱 都给别人拿走 对吧 但是我可以讲 我太喜欢你这个音乐了 行 我用你这个音乐 我能涨粉 我有观看时长 也挺好 我钱给你就给你 是这种想法 但是这个长的短片 没有给你选择 一旦你被爆了版权主张 它就进播 所以你要非常干净 也就是说 它不允许你使用别人 有版权的音乐 作备音乐 不允许你使用别人的画面 那么它就根本就不给你讲 进行像长篇那样子 进行申诉 我这边是 有许可的 它现在也许连许可这一块 它都没有开放 因为从它的功能 宣传这个角度来讲 只要是爆了版权 它直接就给你进播 所以它就讲 我的付费网站用来的东西 我应该是可以去解除它 对不对 但是短片里头 我目前看见的 油管方面的这种 官方文档里头 它没有讲到 提供给你这种选择 一旦被比重 它直接就给你进播 但是它在另外一方面 给你提供一点好处 就是说进播归进播 但是它永远不会因为这种 给你版权警示 我们知道版权警示 三个你就被封账号 对吧 也就是说 你用别人的版权内容 顶多顶多 是收到版权主张 结果是进播 不会收到版权警示 所以它在居中 你看这个问题 弄得多复杂 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头都晕了 对不对 又是版权主张 又是版权警示 又是长篇 又是短篇 怎么回事 又是竖屏 又是横屏 太复杂了 好 那当然 如果你被爆了版权主张 那你可以 你可以通过 这个在线的工具 油管的后台 有个工具 可以在线的进行 背景音乐的替换 移除 静音 这些东西 不管怎么样 反正 它是不允许你 目前没有给你开通申诉 这条通道 你只有去进行 把这样一个版权的东西 给它完全的清理干净 然后才会解除这个进播 所以这个是它的复杂的地方 好 那长的这个短篇 在申请YPP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跟别的这个短篇是一样的 它只算播放次数 它不算播放时长 那我刚才又讲到了 这个我15号这个过程当中 我上传上去 然后它播放 那个时候 它当做长篇的播放的时候 它那个时间 我理解 官方文章们也提到 就在这个身份被甄别 和确定之前 它显然是当做长篇来播放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长会算 一旦它被界定为短篇 什么叫界定为短篇呢 就是那个短篇 在这个预览图上面 有一个短篇的 那个Z字形的这个标签 在那个地方 还有在这个视频 会放到你的频道的 那个短篇页面里面 而不是放到视频页面里面 所以一旦在那个地方 它就不管你的播放时长了 只会算你的播放次数 当然这个是在 你要还没赚钱以前 就是在YPP之前这个计算 所以长篇和这个短篇 它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你是一个长短篇 但是它才不能讲 我三分钟的一个短篇 应该顶你30秒的 算好几个才合理 它不是这样子的 那更详细的讲 就是长的短篇的获利的条件 和它的推荐机制跟短的短篇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一个三分钟的短篇播放一次 这个效果跟那个短的短篇播放一次 效果是一样的 那从获利这个角度来讲 它文档里头 它没有提过讲长的短篇 会比短的短篇更赚钱 我的理解是它按次数来播放 就是说你30秒和这个2分30秒 这样一个播放 其实它的获利的这个单价是一样的 但是一个长的短篇 如果看的人多的话 它会尽可能推长的短篇 这个是油管 不管是在短篇也好 长篇也好 它的一贯的宗旨 就是只要它发现你愿意看长的 它完命的尽给你推长的 因为它想让你待在这个平台时间 越长越好 而且是就是越长 它可以在上面加插更多的广告 更有创售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它的观看次数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有很高的观看 完成度的长的短篇 它会有额外的这样一个 你想权重也好 或者是加持也好 它会尽可能多推这样一个 长的这个片子出去 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这就是这次更新的这个重点东西 我给你提炼出来 就是8点 那接下来问题就是 你这个改变 我为什么要做长短篇 这个就是一个深刻的问题 对吧 那当然 如果你现在创造的内容 一分钟之内都能讲清楚 那你就没有必要 去做硬做成三分钟 这是第一 第二 原来大家纠结的是 我只是做短篇的 然后我稍不小心 我就超过了一分钟 那原来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尽可能进行裁剪压缩 还有呢进行调述 让它落在一分钟之内 那现在到三分钟 就是说它放欢了 可以就是你没有那么在意 这个时常的敏感性 对于短篇来讲 那三分钟的话 其实是很长的这个短篇了 三分钟可以讲一个完整的 有一定复杂程度的故事 所以三分钟意味着 就是原来受时常限制的 这个短篇的话 现在基本上可以讲 绝大部分的内容 娱乐也好游戏也好 段子也好 故事也好 很多都可以用短篇的形式来呈现 但是呢 我们刚才又讲了 这个短篇 因为它的获利和这个单价 跟长篇它是不一样的 它相差几十倍 对吧 所以同样一个东西 比如说一个三分钟 或者两分钟 三分钟的视频 如果我把它做成传统的长篇 就是把它横过来 那那个同样的播放量的情况下 很显然 就是它的这个赚钱能力 要比你把它做成长短篇 要更赚钱 那这种情况就是这样 我有选择的情况下 我把它做成短的 还是做成长的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对吧 所以这个没有明确的答案 因为当你把它做成 比较短的这种情况的话 它的播放量会是一种倍数的增长 它的涨粉也快 那这个观察量也会比较大 就是同样一个两分半钟的视频 你把它做成一个长短篇 和做成一个长篇 它的播放量可能是相达10倍 相达20倍30倍 那么有的人如果在他的频道的某个阶段 他就是想玩命的涨粉 把一个号做起来的话 那也许他就应该往短篇去做 那其实真正对一个优质的这个频道来讲的话 我有数据 我有数据让我相信 就是说以短篇的方式去呈现 反而会能够快速的获得播放粉丝 最后赚钱 不会比你做一个长篇的频道来的差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 就是这个有一部分人会得益于 这个把它放成三分钟 所以他原来要做出选择长短选择 他现在不需要选择 他把他的内容全都做成短的 并且每一期视频的有质量 有内容 有时间 能够从容不迫的 把他内容讲出来 比如说知识分享 他只讲一个点 讲一个概念 讲一个小故事 完全没有问题 或者是讲新闻的这一类的东西 原来60秒讲不清楚 现在三分钟可以讲一个 完整的一个新闻故事 对吧 像这种人 他如果原来做一个传统的长篇的频道的话 很难做起来的 但是他用短篇这种形式的话 他可能很容易就火爆起来 然后从涨粉和赚钱 可能都会比做长篇 那个频道要好很多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这种方式 那么从整个平台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讲 从观众这个角度 你来思考一下 观众 其实我才不管你长的还是短的 对不对 我希望有一个集成的统一的观看体验 因为我不是讲只刷短片 我绝大部分人说我短的也看看 这个长的也看看 那很多人讨厌短片是什么呢 因为短片的推荐机制里头 充满着低级拥辱垃圾的内容 所以你可以连刷几十个 刷得让人非常郁闷 但是长篇的话 是我选择的 我翻牌子 我看哪个就看哪个 所以我宁航在时间多浏览 浏览浏览 然后找一个片子去看看 对吧 所以这两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 现在的现状是油管 一直想把这两个东西揉在一起 揉在一起是啥意思 就是说我来 我给你短片 我又给你长篇 然后这两个东西最开始是分割的 然后它放在一个平台上 两个入口 最后因为它要导流 它又把这个入口进行了交叉 在首页上面 短片成为一级入口 放在每一个地方 放在推荐 放在接下来播放 放在搜索的结果 甚至它前段时间 还把这个长篇 放在这个短片的推流当中 就是竖屏竖屏竖屏 还出现一个横屏视频 对吧 按说那个东西已经长短结合完成了 对不对 你把长篇都引入到短片的推流里头去了 你现在还出一个三分钟的短片干嘛呢 那是不是下面紧接着就跟TikTok学 就推出十分钟半个小时 这样的一个时长 最起码TikTok的话 长短全在一起 只是这个推流 我刷到哪个地方 我就选哪个就选哪个 你现在是长的 横的 竖的 短的 全挤在一起 这观众就乱了 对不对 其实从观众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希望是 不管你是推给我也好 我自己选择也好 你要帮我进行筛选 不要整天 我看一个小姐姐 然后你就完命的给我推小姐姐 观众讨厌的是这个东西 并不是讲他不看长视频 并不是讲他 绝对就讨厌短视频 他讨厌短视频 不是他天生跟短视频有仇 因为短视频是符合人性的 但是你把人性都拉到 底线都拉得很低的时候 他就只有讨厌它 而我讲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东西 真正的突破 不是在横的竖的 长的短的上面去突破 而是在整个的推荐 算法上面要突破 抖音或者TikTok 吊打其他的平台 就是因为他在算法上面 突出 老早的今日头条 他就玩这个起家的 对不对 他把所有的人 原来要精挑细选 要早的 变成只要往下刷 变成一个机器一样 那这个它是满足了 就是极大的满足了消费者 消费内容的这样一个门槛 或者是复杂程度 那现在油管把这个东西 弄得极其复杂 反其道而行之 对吧 你哪怕就把短片和长片 彻底分开来 就把它做成两个APP 我觉得都不会差 就像Facebook的策略 我有Instagram 我有各种各样 WhatsApp全部是独立的 一个个单独的APP去做 也不差 你现在弄在一起 尤其是 大家看到 这个复杂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版权 版权这个人在60秒以下 他解决的是不错的了 大家不用管版权的问题 他去买单 但是你现在短片里头 有个60秒以下的版权问题 有60秒到3分钟的 这个版权问题 有横平的 所有时长的版权问题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 你非要逼得我 成为一个版权专家 去了解版权主张 版权警示 怎么样违规 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不对 你能不能油管 从你的赚的那44%里头 去解决这个版权问题 不要让我们又是版权主张 你就像 你就像现在这个 三分钟的版权量 处理之粗暴 你都可以讲 因为你用了别人版权的东西 我给你咔嚓掉 不让你拨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这个时候可以拨 要付钱 我直接就从你这边拿钱 付给那个版权方 然后让这个创作者 有的人不在乎 他就可以一直不在乎 有的人在乎 他就这样 怎么每次都多扣我一点版权费 然后他自己去研究 现在你没有提供这种低门槛的 偷懒式的内容创作的 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使得每一个人都紧张 每一个人都非常不愉快 对不对 收到第一个版权主张 然后申诉被拒绝 他妈的我本身就 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都付了钱 你这么还给我版权主张 非常痛苦 然后背后讲十天 我给你拿下 给你打官司 弄得所有人都非常紧张 逼得所有人去学习 他不应该学习的东西 本来他在60秒以下都是短片 像抖音 他在国内解决这个问题就很好 抖音这个平台跟唱片公司 他付一个钱 然后你在我的抖音戏里头 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什么流行歌曲你用 我替你付了钱 为什么在油管这个地方 能 我不能讲国外的版权 其实跟中国会是一样 当然会不一样 会有更多的难处 但是不管多难 你得把消费者放在 这个核心的地位里头 对不对 你不要推出一个 让消费者非常为难的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你如果没有 不行 你去再去谈 就像当年的亚马逊 跟这个电子书的作者一样 谈 哪怕跟你对不公谈 跟你打官司 或者一家家谈 当年 我刚才讲的是亚马逊 亚马逊跟这些电子书 还有乔布斯跟音乐 唱评公司去谈的 他们就不愿意让他在线上收 他们要捆绑 他们要卖CD 乔布斯他直接就把这些东西 谈下来了 改变了 所以才有整个后面的系统 所以油管就是 在他的核心的业务部分 总觉得老是推出一些 加生饭的东西 非常奇怪 虽然它是一个伟大的平台 我讲他当年 从最开始的时候 击败所有的视频的这种网站 尤其是他一种大众的 就是所有的视频 你上传给我 我都给你处理好 不像那些 你一定是要什么格式 什么多少清晰度 我才接受 让别人上传起来非常难 他当年就是这样起家的 特别在意观众 你上传什么电影 上传什么东西 给我 你给我 你没有问题 我平台 我去给那些电影公司 帮你去打官司 对吧 当年谷歌买这个YouTube的时候 是冒的巨大的风险 多大的官司在后面等着他 对吧 所以后面 你前段时间听到 他原来的这个主席 那个史密斯 他就讲了 你先干 干不成 没人理你 都没人找你打官司 干成了以后 老子会组织一个 强大的力士团队 把你们全干 怕下 所以他在斯坦福 做这样一个演讲的时候 不是得罪了一大批人 或者赶紧偷偷撤下 就前段时间 他的史密斯 做的这样一个演讲 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有管 在学别人 在追别人 然后呢 又没有杀手机的功能 然后还做的 超的超不好 超的超的不对 这个是我觉得 非常奇怪的事情 反正这些线造 你不管多么的 你有个人的意见 你是斗不过平台的 你在这个平台上玩 我们就了解它的规矩 牢骚归牢骚 发完牢骚 到此为止 这节目做完了以后 愉快的继续努力去更新 做节目 这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不要像一个祥林嫂一样 让手都来抱怨抱怨抱怨 我们还是当我们 就是说 当我们不使用这个平台 跟它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好好的跟它相处 发完牢骚 继续握手言和 还要一起过日子 就这样一个态度 好 至于今天的 关于三分钟长短片的 这样一个重大的更新的报告 以及老胡的充满偏见的 带有情绪性的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个人的意见的分享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一个 新的功能有什么看法 我希望在评论区听到你的 这个分享 谢谢 再见